Hello, 大家好, 請到我們林先生和我們介紹樓盤的項目 好 我是這裡幸談碧桂園水空風華的銷售主管 我姓林的林偉平 今次我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項目的整體情況 OK, 跟著我的腳步 好的, 好, 謝謝 那, 介紹我們樓盤之前 就可能大概都介紹一下我們碧桂園 我們碧桂園現在作為中國地產的一個三強 也都是在92年成立到現在 也都是走過了29年 經過29年的發展 我們現在也是一個世界500強的一個企業 我們的行業已經是遍佈了我們地產 還有一個智能製造現代農業 還有一個公益扶貧那些都有的 這個是我們品牌的介紹樓 大家也可以通過這個鏡頭 去多一點了解一下我們碧桂園集團 OK, 大概介紹了我們碧桂園之後 跟隨我這邊去看一下我們這個項目 首先的話, 介紹我們項目之前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項目的一個區域 我們區域的話 其實我們是屬於一個粵港澳大灣區裡面的一個 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的城市來的 大家都知道我們佛山的話 是粵港澳大灣區裡面的壞志 算是一個比較中心的壞志 在地理壞志來講 同時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規劃裡面 我們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就是叫廣佛同城 廣佛同城的話, 換言之其實 意味著我們佛山和廣州 無論GDP也好人均的一個收入 包括各方面的山戶水平 和富豪價都會越拉越近的 所以也都意味著我們佛山的話 特別是我們項德是有很大的一個 投資的潛力的 你想想現在廣州的樓價是十幾二十萬 我們現在佛山特別是我們這裡 項德行行的樓價才是萬多元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有一天如果我們和廣州是同一個樓價的話 我們升值的空間是非常之巨大的 講完我們廣佛同城的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之外 我們再提到我們神德 我們神德其實如果是廣澳的同事 或者是我們廣州的朋友 很多人都比較了解的可能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可怕的神德人 有句話叫做 因為神德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經濟和債作業基礎 是非常之雄厚非常之好的 同時連續十五年 都是中國一個經濟百強區之首 一直都是經濟百強區之首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神德的美食也是非常之七名 亦都是於翁市 蝕鑫從中國南木祖 都拍視過一個叫做尋迷神德的一個節目 將我們神德的美食推介 去全球各地的 所以這個地方 除了有我們很好的工業製造業的一個基礎 比較好的一個經濟水平之外 亦都有我們美食的一個加持 所以這個地方歡迎大家來投資 來這裡居住的 好了 講完我們這個項目的一個區位之後 我們再聚焦我們這個項目的一個沙盤的情況 好 我們可以跟著過來這裡看看 謝謝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呢 我們項目呢 是處於我們神德區 其中一個鎮街叫恆壇鎮的 那恆壇鎮的 也是現在神德政府 重點去發展的一個鎮街 因為呢 整個神德呢 經過這麼多年的一個經濟的發展 是吧 製造業的發展 其實已經是沒有什麼地的了 沒有什麼地的 但是呢 只是我們恆壇鎮這個地方呢 做比較多的一個 OK 那大家也可以呢 通過這個區位圖呢 可以看到 我們項目周邊的交通配套呢 也是非常之發達的 那這個交通配套呢 我們整體總結來講呢 這個主貫道可以叫做五中三橫啊 那通過這些立體的路網呢 我們可以快速地接駁周邊的一個高速主貫道的 那我們這個項目呢 就兩分鐘車程呢 就可以去到我們佛山 最重要的一個佛山一橫高速貫道的一個主入考了 那去到佛山一橫之後呢 我們通過這個高速 佛山一橫高速呢 可以無逢接駁周邊所有的高速 所有的高速 那然後呢 快速呢 就直達各個地方的 那 那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我們其實這裏呢 去香港也是很方便的 我們是有一個巴士 有一個巴士去直達去香港的 那全程的一個車程的話呢 大概呢 就是兩個半小時左右 那當然呢 也都有些人可以選擇 在過了關之後呢 自駕車過來呢 都是兩個小時的一個車程的 接駁這些高速公路 是非常之方便的 非常之方便的 那OK 那講完這個交通配套之後呢 我們再看看我們的一個沙盤 整體的情況 OK 那我們這個項目的話呢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賣點 或者優點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處於恆壇鎮最中心的一個位置 最中心的位置 我們是享受著整個恆壇最好的一個商業配套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個項目呢 我們本身是碧桂園自己做的一個商業項目 那是自身具備一定的商業配套 那離我們項目五十米距離 向這邊走 東邊走五十米距離呢 那就是我們的宏匯城了 整個恆壇的唯一一個商業綜合體 總的建築面積是超過三十萬平方的商業綜合體 那裏面呢 包括有餐飲 有電影院 健身室 還有Supermark 各方面的包括星巴克 M技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應俱全 可以這麼說 基本上呢 我們到時如果在這個項目的話 落到樓下 衣食住行 就一暫色解決了 生活娛樂包括了 那再走遠一點點 隔離運會城 就是有更加好更加多的商業配套的 那可以說我們呢 是在響整個行行最好的一個商業配套 在響繁華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我們呢 除了商業配套之外呢 我們的教育配套也是比較好的 那在我們項目周邊兩公里範圍之內 就有十一間的一個幼兒院和小學的 那同一個中學 那所以呢 適合全靈段的一個教育的 一個教育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醫療配套也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唯一一個移甲級的一個醫院 行壇醫院呢 來我們這裡的直線距離 都是兩公里的 都是兩公里的 那幾分鐘的車程的 幾分鐘的車程的 那好了 那講完我們一些配套之外呢 我們再看回我們整個項目的一個情況 那首先呢 我們整個項目呢 是戰地的話呢 是2.1萬平方米左右 2.1萬平方米左右 那總共呢 是有1.2.3.4 4棟的一個公寓 再加2棟的一個群樓 去組成的 那總共呢 是項目是有2千套左右的一個公寓 和140坑的一個餐飲黃鋪 那這些商鋪的話呢 就全部都是6米高可以做餐飲的 可以做餐飲的 那我們呢 除了常規的一些配套之外呢 我們這個項目呢 還配套了一個空中的一個游泳池 空中游泳池 那還有一個街區的籃球場 街區籃球場 那還有一個斯巴達健身會所 那可以保證呢 我們在這裏入住的 是享有這個小區的一個配套的 小區的一個配套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主打賣的產品呢 就是有19方和32方的一個納負 一個納負的 那是集中在3棟 集中在3棟 那這個移動呢 也都有 但這個已經是移動已經清盤的了 賣光了 因為這個是大一期賣的 那賣得非常之好 我們開盤呢 就第一天呢 我們就賣了400套的了 400套是很厲害的 那除了這個19方 32方的一個納負之外呢 那我們也都有這個 一座的一個平層的 平層產品 那這個呢 也是32平方的 32平方的平層產品 那這個平層呢 也都是有一些酒店已經鎮住了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好像華亞納啊 包括旅行家 那些酒店投資 成千萬兩千萬 去入鎮住我們這裡 那也是看得出這些商業巨頭 亦都是經過詳細的調查 認真的一個考察 那才會扔錢下來的 那我們基本上跟著這些 那些大佬走 都不會錯的了 投資是吧 那除了19方 32方的納負 複式 和32方的平層 我們還有少量的 64方的複式產品 這個戶型呢 就剩下更多了 可能十幾二十套 因為那個產品都比較好賣的 那大家一會兒可以去參觀一下我們磅貨 參觀一下我們磅貨 我們的戶型設計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剛才就說到我們的產品 那是非常之好的設計 那可能大家更加會比較關心呢 就是那個價位問題了 那我這裡可以大家 討個帶一下 那我們現在19方 32方的納負 複式呢 那個軍價呢 是在一萬到一萬一之間 買一層 送一層 那平層產品的話 就在八千到九千之間 八千到九千之間 那有些低樓層的話 可能會更加低少少 最低少少都有 那所以呢 那我們的產品的性價比 是非常之高的 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樣的價錢 那你想想 在大灣區裡面 純得的 才是八千多元 這樣的樓價都還有的 那大家可以知道的 那所以我們很多酒店都七了手 那些大的一個財團 那雙鋪的話 就 雙鋪的話 就兩萬多元 因為這裡是一個中心的地段 也算比較順 但是雙鋪基本上已經賣光了 是很搶手的 很搶手的 因為大家都很認可 這裡的一個商業地段 OK 那我們區懷和沙盤 我們已經介紹完了 那大家跟著我的腳步 再去看看我們的板房 好嗎 好這邊 OK 那接下來呢 我帶大家參觀一下 我們十九封 一個洛庫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弧形的話呢 它是現在廣佛來的 是比較極致的一個弧形 為什麼叫極致呢 因為是很少 很少有這麼小的面積店 一個產品的公寓 那首先呢 我們跟著進來 那進來呢 我們這個弧形呢 雖然麻糟了 但該有的東西都是有的 那首先進來 我們右手一邊 有一個巴桌 那這個呢 是可以滿足我們平時的 做一些簡餐 或者滿足平時的 一個三餐的需求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是我們的洗手間 那雖然不算非常之大 但是也是夠用的 平時是吧 那再進來這裡 進來這裡的話呢 我們看到 我們這裡呢 是一個三麥三條高的一個飄窗的 那可以呢 我們一個採光啦 視野是非常之好的 非常之好 那這裡呢 有一個公共區域 那這裡呢 可以有一個餐桌 或者平時呢 這裡把一個電視頭拍 那三兩好友在這裡 是吧 看一下球 看一下球 那聊一下解呀 喝喝酒 那都幾好的 休閒娛樂 那上面呢 就是我們一個俄室 那上面就是一個俄室 那可以上來看一下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一個俄室 那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空間呢 也是利用得比較好的 那這裡呢 也是可以做一個梳妝桌 或者工作桌的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就有一個衣帽 那裡面呢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的 好 那這個護形呢 就介紹完了 那我們跟著我的腳步 去看一下一個明星產品 32封的複色 OK OK 那今天接下來呢 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 64封複色的一個 一個護形產品來的 那大家可以跟著我進來 好 首先呢 我們一進來呢 就會感覺到 哇 很舒服的感覺 首先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開放式的廚房 那跟著呢 那這裡也是一個 比較高挑的 比較寬敞的一個 中空大廳的 那可以說 那這種類型的 中空複色的一個產品呢 其實可能在香港那邊 都算是豪宅類的 那我們這裡呢 那個護形的優點 是非常之明顯的 我們64平方的一個 入證的一個面積 但是我們可使用的面積呢 是去到九十幾平方的 即是接近一千尺的 我們可使用的面積 那得逢率是非常之高的 使用率 我們是做到有三個房間 兩個衛生間 而且還有一個 這麼舒服的一個中空大廳 關鍵是總價 才六十幾萬 是不是很順利呢 六十幾萬 有三個房間 兩個衛生間 是吧 還有這麼舒服的一個大廳 那這個呢 可以看看 那我們呢 一樓是有一個房間 而且這些房間 全部都不小的 全部都很舒適的 那這裡呢 就是可以做衣� 這裡做一個大的衣� 那這裡呢 有一個全景的飄窗 可以看到彩光 視線 非常之好的 這裡也是 整個房間的一個格局 包括一個尺寸 都是非常之靚的 都是非常之靚的 那上面還有兩個房間 那再看看我們呢 一二樓都有洗手間 洗手間也是足夠大的 OK 那這裡呢 就是使用二樓的一個樓梯 那樓梯下面呢 這裡下面呢 是做一個電熱水器 可以是擠在這裡的 是擠在這個位置 擠在這個位置 那好了 那除了這個擠在熱水器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空間 我們是平時可以放一些雜物的 放一些雜物的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使用二樓去看看 你看 那同樣的 首先呢 上到二樓 右手邊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洗手間了 那雖然呢 一二樓都有洗手間的話呢 那我們的生活呢 就是非常之方便的 非常之方便 OK 那這邊呢 就有一個客房 有一個客房 那這個房呢 其實 跟下面那個房 一樓的房 是一個大小 是一樣大的 那到時呢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一個設計 那重新去裝修 重新去裝修 那這邊那個呢 我們習慣叫它做主任房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房是最大的 最大的 而且它的景觀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首先可以看看這個飄窗 這個窗 這個落地窗 那如果是我們呢 這個 壺形呢 我們是高過三樓的話呢 前面就是沒有遮擋的了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一早起床 坐在這裏 可以望出去 旁邊是沒有遮擋的 完全沒有遮擋的 景觀是很美的 那通過這個飄窗 OK 那再看回整個房的尺寸 都是非常之大 非常之舒服的 非常之舒服的 那大家可以參觀一下 那這裏呢 這裏呢 也有一個十 接近十平方的一個衣帽間 是陣送的 是陣送的 是完全是沒有計入面積的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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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隱藏式的儲物間 是非常之大的 這個儲物間 啊 燈可能 暗了一些 不過都不要緊要 大家都可以 啊 戳上 那就可以看到了 我們這個儲物間 都很大的 那平時呢 拿些雜物啊 家庭啊 放些其他東西都OK的 那 一句話總結 這個護形呢 就是 超值 實用率超高 啊 還有呢 是六十幾萬 就可以入手的了 啊 非常之舒適的 這個護形 OK 那接下來呢 和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的明星產品 三十二峰 一個洛夫的 一個複式的 一個工藝護形 那大家也可以跟著 進來 那一樣呢 我們首先進來 右手邊呢 就是我們一個巴桌 一個廚房的 啊 那左手邊呢 也是我們一個洗手間 那這個洗手間的Size 也是算還可以的了 嗯 那再看一下 進來呢 那我們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個公共空間 會客空間 啊 那這裡呢 也是可以設置一個餐桌的 那平時呢 你說 兩三個人呢 在這裡呢 吃飯啊 在這裡做餐 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呢 有一個樓梯下呢 就有一個儲物空間 那除了這個位置呢 是放一個電熱水器之外呢 那這些呢 也是還可以擠一些東西的 擠一些東西的 啊 那這裡的空間呢 也是非常之寬敞的 啊 啊 我們這個 開間的話呢 這個樓梯下呢 是有三米三的 三米三的 啊 那還有我們七八十方的 一個住宅啊 那個客廳的空間 是差不多大的 差不多大 那整個壺形呢 呢 我們的實用率是去到 百分之一百六十的 那我們是有 四十八平方左右的 使用面積的 啊 我們入證的面積呢 是三十二 這個 但是呢 我們可以用的面積去到 四十八平方的啊 那我們除了這個公共空間之外呢 我們做上去移樓看看 我們兩個婦孔的設計啊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婦孔 那這個婦孔呢 就是 南向的 啊 那可以看到我們一個尺寸呢 都算比較混淨的 那其實呢 那也是可以做到衣櫃的 那這裏呢 做床 那這裏呢 這個位置呢 就是整個牆呢 一面牆可以做衣櫃的 做衣櫃的 啊 那我這個位置呢 就可以做回一個梳妝桌了 這裏是吧 那梳妝桌或者工作桌都ok的 都ok的 那另外一個婦孔呢 我們做太太 是 那這個婦孔呢 也是很好利用的 那這個位置呢 整個位置 可以做一個衣櫃 那呢 那這裏呢 就做了床 那床頭床脈呢 也是做一個 啊 儲物櫃的一個設計 設計 那這裏呢 也是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很大的一個空間 那整個空間呢 都還是非常大的 做完床 做完床之後 是吧 那兩個婦孔的 啊 size 都是很帥仔的 都是很帥仔的 那ok 那跟大家介紹完這幾個 戶型之外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呢 碧角園對公寓這方面的設計呢 其實都是相當有心得的 那除了戶型漂亮之外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裏的一個 升值的空間 真是非常之大 啊 我們這麼漂亮的位置 就是在整個行潭 最好一個商業中心 最中心的位置 是 我們才賣一萬多元一棟 是吧 一萬出頭 是啊 一萬出頭 你這麼漂亮的戶型 三個房間兩個圍山間 才六十多萬 是吧 陳先生 你也可能有些心動 是吧 這麼大的中空大廳 這些東西 其實也是群眾的眼睛 也是雪糧的 所以我們一開盤 就賣了四百多套 一個小時 這東西也是社會 即是我們現在的熱跡 他說話的 也是多謝各位 一個精明客戶的支持 是啊 好了 你說遠一點 我想問一下 我們的香港朋友 過來這裡買的 他的付款是怎樣的呢 啊 香港那邊的朋友 都是要一次性賠錢的 一次性賠錢 哦明白 反正做營靠之後 就賠一部分 賠一半 然後剩下的一半 就一定要一個月之內 賠完 都有一個時間 不是說即刻要全部 有一個月之內 就比另外一半 就可以了 是啊明白了 因為在香港那裏 就是去 資金調動上來 始終是要給他時間 是啊 我們都有充分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就有一個 一個月付款的一個方式 是 很貼心的 連付款的時間 都會考慮 嗯 好 這期我們也都介紹得差不多了 辛苦你 好好好 下期再見 拜拜